行政院发行的振兴五倍券8号正式上路就传出 高雄日前有人使用彩色影印试图消费结果露了线 而现在在苗里还有店家收到过期10个月的三倍券 面额200元一共有两张 来看看三倍券跟五倍券差别在哪里 三倍券写着中华民国振兴三倍券 那么图案是台湾地区 而五倍券上面有写着振兴五倍券 图案是台湾蓝雀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过店家表示当天负责收赢的是小女儿 因为还没有领取到五倍券 所以她也不知道要如何分辨就误收 现在警方也已经介入追查 穿着粉色商业的富人 站在柜台前点完餐准备付钱 从包包里拿了两张面额200元的消费券结账 店家收到看了一眼收进收银机 没想到时候清点才发现 这两张消费券竟然是已经过期10个月的三倍券 整天只有收到这两张而已 所以我就觉得说 有点感觉像刻意 店家欺诈脸书po文表示 小女儿牺牲假日来帮忙 却收到过期的三倍券 一整天就收到这两张 而且连号不知道是刻意 还是觉得小孩子不懂好欺负 尽管面额不大 但小孩很自责 直批这样的行为已经伤到 小孩自尊 三倍券 五倍券 比一比到底怎么分辨 三倍券上面是一个台湾的图案 五倍券上面是一个悲鸟的图案 以面额200元的来比较 虽然看上去都是浅绿色 但也有三大差异点 首先就是中上方的振兴券字样 三倍券 五倍券 清楚明了 再来中间图样 三倍券是台澎金马地图 最新的五倍券则是国鸟 台湾蓝雀 消费注意事项三倍券在右边 五倍券在左边 最后注意了 三倍券使用期限在去年底 五倍券则是到明年4月30号 那过期的三倍券消费 到底刻意还是不小心 现在警方已经借助 将巡线追查这名夫人道案 说清楚 解张心结 苗栗 藏不倒